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北京时间12月28日,NBA常规赛继续进行,火箭主场迎战凯尔特人。 比赛一波三折,上半场火箭最多领先了17分,但是凯尔特人第二节追上了比分,在第三节,他们一度完成了反超。 第四节,火箭重新拉开了两位数分差。最终,他们主场127,比113立克凯尔特人,取得了三连胜。 数据方面,哈登三分球18中9,45分6助攻。卡佩拉24分18篮板,戈登20分,小里福斯10分3助攻。 凯尔特人方面,欧文23分11次助攻五篮板,霍福德15分,莫里斯19分。 火箭主场迎来了凯尔特人的挑战,保罗继续休战。 赛前,两队都完成了二连胜,这场对决是名副其实遭遇战。 哈登上一场左小腿被撞伤,但是,他继续首发出场。 一上来,欧文突破上篮得手,卡佩拉上篮得手,哈登三分命中,戈登突破上篮得手,欧文三分命中。 哈登突破上篮得手,双方打成了十平。 卡佩拉捕篮得手,哈登连续三分命中,海沃德三分还击。 哈登又是连续三分命中,戈登三分也有,妹妹空切批扣。 第一节,哈登九中六,三分八中五,得到了十七分四助攻,火箭三十五比二十四领先。 此时,哈登生涯总得分也超越了威廉姆斯,升到了历史第九十七位。 第二节,小里福斯一上来就撤步三分命中,豪斯三分也有,火箭领先了十七分之多。 布朗三分命中,戈登上篮二加一,布朗空切批扣,霍福德三分命中,小里福斯上篮回应,豪斯补兰得手,火箭五十比三十三领先。 不过,这之后,凯尔特人掀起了反扑的高潮,霍福德空接暴扣,欧文跳投命中,莫里斯三分也有,分差来到了个位数。 莫里斯三分再重,火箭喊出了暂停。暂停回来,保罗坐在场边不满判罚,吃到了技术犯规,随后,德安东尼也因为不满判罚,吃到了技术犯规,紧。 接着,卡佩拉暴扣后挂框,同样吃到了技术犯规。之后,斯马特连得了五分,半场结束,火箭五十七比五十五领先。 哈登第二节零分,中场休息回来,豪斯抢断一条龙暴扣,凯尔特人连得四分,凯尔特人追到只差一分。 霍福德勾手命中,戈登三分得手。 塔图姆快攻一条龙暴扣,卡佩拉抢到前场篮板不扣得手,凯尔特人喊出了暂停。 回到场上,塔克三分命中,莫里斯上篮二加一回应。 欧文三分。 还击,哈登站出来大爆发,一人连续命中三季三分。 随后,欧文突破上篮,远头也中。 莫里斯跳投跟着进,两队打成了七十九平。 格林三分得手,罗奇尔压哨三分,不过,还剩二点四秒,小里福斯还没一记压哨三分。 三节结束,火箭九十二比八十六继续领先。 第四节内内,一上来就强打二加一,布朗翻身跳投命中,格林连续命中三分,还剩八分五十三秒,欧文回到了场上。 戈登上篮得手,还剩八分二十四秒,哈登也回到了场上。 随后,哈登命中自己本场第九季三分,知平生涯单场三分球命中记录。 哈登上篮二加一,莫里斯推开坦克,被吹进攻犯规,布满派伐,随后被驱逐出场。 奥杰来三分命中,凯尔特人追到了只差十分。 暂停回来,戈登抢断主攻卡佩拉空接爆扣,欧文上篮回应,哈登造三分犯规,三伐三中,火箭一百二十一,比一百零八领先。 还剩不到两分钟,凯尔特人此后无力回天。 戈登六范离场,但已经无关大局,火箭还是在主场完成了三连胜。 凯尔特人,欧文,斯马特,坦图姆,莫里斯,霍福德火箭,哈登,戈登,豪斯,坦克,卡佩拉。